好了 小米聊天就跟大家聊聊天 最近 我也說過很多不同的話題 有時候人生的回憶好像特別 記起以前的東西好像特別開心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樣 最近你也知道 在社交網站、Facebook裡面 都會不停有人追看 兩個名人的文章 兩個都是講以前的東西 一個是劉爾達 一個叫方丈尋根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寫得很活龍活燕 我們知道劉爾達先生 音樂才華我們重量沒有質疑 但是明一派是一隊很偉大的樂隊 這也是一般事實 大家都知道 但是另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 還有有時候做鞋星 都是賺錢 但是你沒想到文章寫得這麼好 當然是不是他寫 其實是不重要的 但是他記錄那些事 你會發覺他 一步一步怎樣成為音樂大師 你會覺得是 看上去是很過癮的 即是回憶 即是很久都沒有看過這些回憶錄 即是很久都沒有看過 另外一個就是李儀 李儀寫過什麼失敗者回憶錄 就是說什麼失敗者 又說黎智英 我也看過張敏儀 即是李儀的 那些之筆更加不用大家說話 他也知道更加厲害 這是一般事實 那時候回憶 我不知道大家的人生回憶是痛苦多 還是歡樂多 過了去的事情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又看得開 人生很多事情 永遠都是那句今句 如果你給我重生開始 什麼什麼 無論你創業也好 婚姻也好 簡工也好 學業也好 我就知道世界要讀書 如果我小時候讀書 我就做了醫生 即是很多人都會有這個回憶 即是所謂馬路跑 或者你回憶你的朋友 當初這些朋友 又會記錄了 你的朋友可能有些偉人 或者你有些朋友 令你一世難忘的事情 你都會記住他的 都會有這樣的回憶 這個就是無共無盡的 即是看你有多少朋友 或者有多少朋友 令你覺得很過癮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位 即是人生就是這樣 我也想著 不過呢 很多時候 因為為什麼呢 以前我的前輩 寫過一個回憶錄 那我後來問他 為什麼不出 寫完 他說有些人還沒死 他還沒死 他還沒死 就怕有 不知道 你寫某人 有些人寫小米 你寫我 念才 宿骨突實 可能我不喜歡 可能我告你 即是告可能告不入 但是 都會令你很麻煩 那我 譬如我說要等 那些人 我說如果那個人 成百歲 你編譯 那你都 這位前輩都老了 那我如果 你 你成百歲 你成百歲 即是 都未必出到 因為他的百歲 差不多年紀 最大幾年 那你成百歲出不到 你知道現在 香港也是很長壽的 雖然今年 因為疫情 比往年死多了些人 但是 所以 那他最後都 又不出聲 你說你這麼浪費 那他就想選什麼 那我不知道他 他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即是每個人都會 即是你回憶錄裡面 那你當然寫黎智英 那你是不是蕭鴻盛 你每個人的 你的政治取代 你是黃和藍 對黎智英的看法 都不同 即是黎智英 就算你屬黃 那些人都未必 一定很喜歡他的 因為他霸道 但你又 但他又還剩下情報 他好像不行 即是很多看法 是吧 都要留意 但是這樣我都 即是我 我對他的印象 就是一個音樂天才 因為我以前訪問過一次 我不知道 之後我留意一下他 他記得不記得 當然我都不記得 即是我問了幾個音樂問題 即是他 即是他 即是他當然他覺得 呃 當時我記得他 他都覺得 他都滿意的 我覺得他 即是我自己 自己自開 他覺得我滿意的 因為他想不到 即是問了一些歌 即是 我又問譚詠麟 那一首刺客 那我又沒有問 我又記得 不是問第一滴淚 因為第一滴淚 就是當日很響党 其實就是 譚詠麟那首刀 你們的第一滴淚 就出名一點的 但是 即是第一滴淚 和一次客 都是留意達作的 那第一滴淚 因為 向述華寫的詞 寫得 即是寫得很好 情是尖蕊 你的心是除 我都今天都還記得 是吧 即是這個 就是當年其中一 即是一段的經典歌詞 是吧 即寫得很絕惑 我那時候問他 因為我小米 我又不喜歡搖滾樂 我覺得很吵 有些朋友很喜歡搖滾樂 即是我喜歡電子 即是可能電子也吵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喜歡電子音樂 我也 即是如果你有回憶 我就 初初 即是小孩 那時候 即是有回憶 當然是裝模作樣的 因為那時候買HIFI 買HIFI 那你當然 買三、兩隻搖滾那些 是吧 鬼佬搖滾回來 即是 播給旁邊聽 不是播給自己聽 你播給旁邊聽 你買了HIFI 這個就是 當然這個 這些日視 這些港元都回憶了 所以 以後都不 即不 不期 即是不定時都會有 即是小米回憶 那時候是買HIFI 那時候是裝模作樣 那時候還是唱片年代 唱片年代 唱片年代 就 就很 很 那時候有租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租過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租過碟 那時候是黃金 荷里活 荷里活 商業中心 這個西洋賽街 荷里活 即是有兩間節拍 現在接拍還在這裏 接拍還在這裏 搬去兩間 但就沒有租碟 就賣碟 另外有三姐妹 我記得 她們好像搬去信和 搬去信和 她們都是賣二手碟 好像沒有租碟 現在是沒有租碟 現在是沒有租碟 那時候 當年買的 那時候 你知道裝一下東西 老實說 那些 老實說 以我小米的能力 誰會聽 但就很吵 然後 買了搖擺波士 布士兵田 那些 我就覺得 嘩 很吵 現在就沒有人敢播 現在沒有人敢播 Born in the USA 現在沒有人敢播這些 以前就不同 以前就不同 即是你一定買一些很厲害的 有一段時間 新英倫浪漫 這些人都會播 有些夠吵 Disco版 然後很多人都會 我記得新英倫浪漫 很多人都會買一些 Do When Do When 回來買的 杜蘭杜蘭 迪帕之舞 Depatrimo 我們那時候很喜歡買這些 其實我很喜歡聽電子音樂 Depatrimo也是近我的 我很喜歡聽電子音樂 我很喜歡聽電子音樂 因為香港那時候還沒有流行 那時候還是電視流行 即是電視劇的世界 第一次的經驗 聽電子音樂 我的記憶就是天殘變 天殘變 你以為很厲害 不是的 開頭那幾下 就是讀自在三波 那段東西 是沒有聽過的 那種音樂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沒有試過 我就沒有聽過 即是我人家只有一孤流寡民 一鄉下仔 都聽過 那後來再看報道 原來是 黎小田說他的朋友 買了一副這些 就是電子合成的回來 不知道美國是哪裡買呢 他就借來玩 他就做了 變成天殘變 開頭那裡 其實以前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 一般都是那些 怎樣說 去到這個 射雕英雄傳 那些 呼 哈 呼 哈 那些 那些是沒有音樂 即是世間始終你好 文世間 那些 我們以前的沒有音樂就是這些 即是 我們的感覺就是這些 以前我們的停留就是這些 但電子音樂很少 第一次是這裡 第一次我記得接觸就是這些 第二次呢 我記得應該是1984年 1984年 即是 即是 那年是甚麼呢 那年我記得陳百強出 甚麼叫 八強八四 即是裡面有甚麼歌呢 當然有那些 那些 叫做甚麼 摘聲 摘聲 有《滑出彩虹》 那《滑出彩虹》是電視劇 那裡抄啊 尖炳熙 跟著 其實整個故事 就是馬永成 跟黃玉朗的故事呢 即是裡面有張曼玉的 不知道張曼玉是否第一套電視劇 我不記得是吧 這個就是 你們大家為己做幫我查一查 那 有《女良偉》的好像 沒有《女良偉》 好像沒有《女良偉》 好像沒有《女良偉》 好像有《歐陽佩珊》 有《歐陽佩珊》 有《羅青雲》 我記得有《羅青雲》 《大支冰》已經最有夢了 不要緊 這首歌 那時候買的電視劇 不是聽這首歌 也不是聽摘聲的 我不是吸毒 我又不是戒毒 我聽摘聲做什麼 但裡面那首歌 當年我真的第一次 即是人生第一次 1984年 第一次接觸到這首歌 那首歌叫《創世記》 不是那首歌 那首歌 那首歌 到現在我經常播放 我內置 有時都覺得 為何你會經常播放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很長 全部都是電子 那時候真的 即是 未接觸過 第一 你年輕人 是多少錢 但那時候 我第一次聽 感覺到原來 那些電子音樂才是 我喜歡聽的東西 即是後來你才會 追求YMO 即是假裝 你說假裝也好 追求很多電子音樂 所以我家常常買這些 我第一次聽 改 後來 後來 原來是林毛德做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林毛德是哪位 即是這個 現在她的女朋友 鄧維斯 有一次 我有幸遇到她 在安全地大演唱會 那我便撞到她 在初前面 那我跟她相認 當然她不知道 她怎麼會想起 一個 八四年 幾年 三十 三十八年前 一直她作出這種感覺 當然她說 她都不會想提 她很老 是吧 她又不是很想提 我當年我小朋友 這首歌很驚艷 當然這首歌很好聽 《見日見智》 陳百強 我想走過很多年 對嗎 即是這個人生 即是 我那時很流行 我那時我講得便宜 我致電卦аз是很想 即是很想 造一個小米最喜歡的CD 即是唱片 唱片CD 我介紹那首歌 不是精選 是介紹那首歌 即是精彩 以前的 即是 隨便宜有五六首歌 和現在 現在 現在可能只是做EP 即是四首歌 四首歌 三首歌不能唱 都不能播出 不要聽 只有一首歌就死了 但以前比比街市都可以有六、八首 你夠做一個節目 那時候我很想做這個節目 在Youtube我也想播 但我沒有版權 你知道Youtube的版權 我早前不是在泰國節目 我拿了別人一條Youtube片 他馬上警告我 立即提醒我 不要搞我 那些類似的東西 Copyright那些 摩疫是否不對的 人生所要有時候說回憶是很開心的 尤其是那些文不禁好的人 我想每個人到50歲 其實就很多回憶 不知道你們的回憶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可能那些人30歲 記起十幾歲的東西 40歲就想起20幾歲的東西 50歲就想起30歲的東西 我想我們這一代人 經常都說 舊屎、舊屎 其實金雞當時 這個slogan我覺得最好 舊屎、舊屎衝了 你摩過舊屎 還說舊屎做甚麼 其實人應該要面 不要經常面對過去 應該展望將來 但是我想 我先不可以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經常展望將來 怎樣展望這麼多將來 將來想都不敢想 接下來還戴不戴口罩 是吧 這個 我們檢不檢測 是吧 那 哪有這麼說 是吧 即是沒得說 所以我人生 我覺得 很 即是很奇怪 甚麼事 你是掌握不到 是吧 即是等於 大家例如說 你哪裏猜到 曾剛無端會走去 這麼孤獨 走了 即是他人生 最後一段路 曾剛這些 這麼有西方教育 這麼厲害的人 你怎麼想到 有一天會這樣 即是 他這三 即是他 即是他人生 最後那幾十年 嘩 做是越戰越勇 是吧 即堅挺 是吧 尤其是他五十歲打後 嘩 那種 那種演技 那種 突然間 那種爆發 那種勞火順青 即是人生沒得說 是吧 那有甚麼回憶 即是每天 都很希望 劉爾達快點寫 方丈 寫 出密些 或者 再看看李懿 怎樣說 即是他老實講 他寫這個張敏儀 這個香港 香港電台台 即是當年的台長 寫到活靈活躍 很少人敢寫張敏儀 是吧 張大姐 我們沒有能力認識他 但你 你會 從他這些文 你會看 即是你會看到 很多事 因為現在老實講 報紙又不會登這些東西 香港沒有記了一張報紙 有能力登這些東西 是吧 叫你買一本書 你們未必肯的 那是全靠這些 社交網站看的 可能都是一條血路 那這方面 我想都是 是過癮的 那還有一些回憶 剛才我講的回憶就是 人生每個人回憶都有 我想多數都開心的 酸流流不是沒有 但是 我想都是開心多於不開心的 這個也是一個開心的事 就像今天這樣 我又可以不斷 大家吹幾句 說一下 當年 就是 小米的聽歌歷程 吹一下水 我又覺得挺開心的 這些事 當然你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喜歡有什麼音樂 可能你會教一下小米什麼 有什麼唱片 是你當是餘獲至寶的 你可以跟小米分享一下 看看小米有沒有 或者 因為你 啟發小米去買都不期 這集因為 這個星期六 出街 我想輕鬆一點 好嗎 今集 這個小米聊天講到這裡 接下來繼續和小米聊天 在這裡 什麼時候 天使